波舞,波舞,波舞,看错了,看错了,看错了,波舞,看错了,不好意思,看错了,看错了,波舞的比赛,哎呀,看错了。 这吕布的比赛到底打不打吗,看波舞的比赛,这边第三,第四场,红色的就是Duck, 哎呀,我去撒个尿曲,等一下。 在一段时间中,不是很が大,你看这边有朋友吗,在一段时间里面没有太远, 它们都是慢点陌生的。 一个,对,对。 是 SOS是像是一種人的 我來是一個人的 他這麼精彩 我好像覺得他很精彩 但你覺得他很精彩 我希望他能聽到 因為他很精彩 他在最高中的中央 他很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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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會看到他 他很精彩 他很精彩 他昨天是幼稚 好,我来了 好了,我来了 我来了,我来了,不要急 下巴好像每一盘都走的是VS 他对VS开局的整个流程是走得非常的顺 他可能觉得VS开局比较全面 前面这都无所谓,就走一下流程 可以三开了 农民这个地方是想过来封的 三分钟过来封一下你的三基地 如果你过来三开 那我直接就有一个水晶点下去 不好意思,三开你就开不了 好,这边看到没有三开 没三开可能想法就比较多一点 二本 大可难道要使出自己的随心所预留 这二本是什么意思吗 有点看不太懂 稍微等一下 我回一下微信 我回到微信 蟑螂一攻蟑螂就什么鬼吗 Duck的打法现在怎么那么飘逸吗 异攻蟑螂 然后再三开 家里面再出四蛇塔 他这个打法 克莱斯克又是使的是 之前的第一盘的战术 第一盘Zest的战术 看到了 看到一攻蟑螂了 克莱斯克三开了 三开了 你现在靠白球代差打不进去的 三开吧 他看到了 这个判断没有问题 看到了之后 他也知道打不进去 Duck也知道 你看到了 你也不会打我一波的 我再刷一拳农民 然后再转刺手 两攻 只要插个两攻 判断估计是 他不是攻击 他不是攻击 我认为他已经攻击了 在之前的战术 他在第一次 和三开 我认为他在战术 他在战术上 有点差 他在战术上 他现在在战术上 他现在有两个战术上 他现在有两个战术上 很弱 然后再转第四 我靠 这个战术就飘逸了 看不懂Dark的timing点 但是他肯定有自己的理解 Classic这边是直接先压一波 小压 这波压制并没有说一波要致命 只是说如果你偷的话 那我可以占点便宜 压一下军台 主要是因为有回程 所以他带了一波 带着波部队出来 打完就直接回程 正面在这个位置想占点便宜 把军坦轻的就可以往回走了 其实我觉得闪电没有必要带出来的 好一把离场回程 真的闪电没有必要带出来 闪电没被看到 看到可能直接被抓了 因为这种小规模部队的交战里面 闪电是不是意义不是很大的 这边 地刺转得很快 刺蛇地刺 然后准备用刺蛇两弓的地刺 带刺蛇 直接打叮当 感觉是这样的 直接打叮当 然后直接买脸 他中间 大家不要学他这一套套路 他中间肯定有自己变化的 就是你怎么打 我怎么打 肯定有这个变化的 不可能那么简单 一个套路这样走的 好地刺变出来了 看大哥怎么进攻了 蟑螂地刺 蟑螂地刺 刺蛇 刺蛇点叮当 然后地刺找位置趴 他是用地刺推进的 这其实如果趴到位置了 神足也难受 克莱斯克这边顶出来 因为克莱斯克有闪电 白照了一下 还要到第二下 不知道第二下有点麻烦 叮当可能会被点 好再照一下 再照一下 行照了一半地刺 但是这个位置还是趴住了 好边推边打 找机会想点叮当 但地刺很多 地刺很多 被秒了一波 后面又来一波 蟑螂 闪电继续点 地刺往前推 天上有个虚空 哎哟 克莱斯克的这个防守 不会是防守大师 这都防住了 牛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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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很容易被一波捅穿的 两攻的一波兵 非常凶 我跟你们说 很容易被捅穿 这波 克莱斯克刚才防守真的好 真的好 但还是很危险 还是很危险 因为这个部队两攻 你现在两个 没有电池啊 没有电池 虚空探不住了 感觉要被包死了 他如果运输机不走 我觉得是有机会守住的 还被捅死了 还被捅死了 但我跟你说 第一波挡住已经很屌了 第一波挡住 大哥这个战术很厉害 大家可以学习一下 可以学习一下 真的很厉害 这个战术 两攻的timing 利用第一次的高输出 一波捅死 他中间虽然有些变化 但是我觉得这个变化 应该摸两下就摸得出来 不不不 我说第一波挡住已经很强了 已经是世界上最强的神组 才挡得住第一波了 你不信你自己试一试 这个战术真的猛 2比2来 不会吧 不会最后 最后走了吧 这个 好了 2比2 感谢单身一身一起走的一个游侠 不会下巴之后进不了吧进不了他会恨我的 感谢散播迷信黄旭东的一个游侠 老子你妈天什么时候散播迷信的吗 你们这些天天都说我散播迷信 好了 来了最后一场谁赢谁进世界总决赛 谁赢谁进世界总决赛 大克在这种最后一场比赛里面 Rush的概率很高 他很喜欢在最后一场Rush 感谢圣魔狼人的一个游侠 真的很有可能 我还是比较了解他的 拔本跟狗哥的比赛已经打出来了 拔本2比赢的清本 然后狗哥2比赢的Bwin 那Bwin也被淘汰了 Bwin被淘汰出局了 然后狗哥打拔本 下一场 卫星和卫星全太阳输本的这些比赛 估计好的比赛没打出来 比分都没有 好 这边克拉斯克直接开黄金矿 感谢圣魔狼人的一个飞机 好 开矿 大可应该会针对开黄金矿的 因为这张图神族把黄金矿开起来 优势还是挺大的 他应该会找一个办法来针对你开黄金矿 对 这张图神族的财势是财势的 然后财势是财势的 然后财势是财势的 然后仍然没有财势的 对 财势还需要财势的 如果财势的财势是 财势的财势是财势的 财势的财势是财势的财势 财势的财势是财势的 好 绕一绕 他要防你一波 三分钟差不多三开了 大可这边出了几个牛吗 四女皇开局 这又是什么打法 现在的PVP开局我有点看不懂 四女皇开 然后直接又二本 看不懂 大可现在有很多套战术 我最近没怎么研究 所以看不到太懂 又是这招 这招难道打程度就无敌 怎么又用这招了吗 还是一公蟑螂 他一公蟑螂等于什么都全防 防完之后再跳科技 强行杀农民 没杀到几个女皇来了 杀不到 哎呦呦呦呦 没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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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点被补了 我要学一下这招 这招ZVP感觉学会 关键有点简单 你知道吗这招ZVP 他又变招了 我靠 这什么东西啊 这招战术难道随心所预留现在 就这么玩了 他又变招了 难道现在ZVP已经走上随心所预留的战术了 克拉斯克我们看他直接三开之后 兵也不齐了 还是走的比较正统的那种暴兵的战术 先用一波提速蟑螂先压制 给点压力就行 给点压力 然后家里面放了VI 难道要出宿主 这个不是IA的战术吗 如果出宿主 两攻下去 现在宿主挺便宜的 对吧 他这个又可以转刺蛇 第刺一波 又可以转宿主什么的 反正就两攻蟑螂嘛 两攻蟑螂 两攻蟑螂你前期的很多抓手我都能克 真的宿主了 这不是IA的战术吗 就Duck Duck把IA这套战术用得更灵活了 就IA之前这套战术就指挥出宿主 但Duck这个还可以转D刺 转什么刺蛇一波这种东西 然后再转虫洞 我操 那就他在下方要用宿主 要用宿主虫洞直接抬你的黄金矿了 很灵活 很灵活 这就是传世中的顶配孙一峰吗 你说的没错 顶配孙一峰 直接应该点虫洞了 勾开直接找一个地方点虫洞 他还在找啊 找机会点 这骚不到东西啊这个东西 点了虫洞点好了 这黄金矿掉了 这黄金矿肯定掉了 这波宿主下去黄金矿稳掉 不可能守得住的 他下去一个女皇在那里点一个 这个点一个军坦流 好 你压好了 我放了小虫子我就回来了 点个军坦流就走了 没了啊这个 先下打VT再打基地 宿主拆基地太快了 好了被迫一波了 被迫一波 因为这个不一波的话被搞得死 你必须打一波了 大哥这波正面未必挡得住啊 因为这个timing推的还是挺早的 甩甩 等宿主小虫子现在就是 基地他一定要给你换掉 分过去点 哎呦两个收的漂亮 克拉斯克收的也很漂亮 现在宿主小虫子估计出不来 看继续能不能拖 又出了两个小虫子继续号 把基地秒掉 克拉斯克这波打的也很 哇直接分兵走了 小虫子来了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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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面飞几个小虫子过来 上面又来一波宿主 上面基地可能又要掉 这边的基地 这边基地又要掉 但是来了一波X 这个可以这波X可以 刷的及时 刷的及时 因为看到了刚才 如果不是这波X的话 可能基地又掉了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可以直接打BY 打BY 没有打BY 强秒 还秒掉了 最后时刻秒掉了BY 不是BY 是VRVRVR 说错了VR 秒VR 说错了 秒VR 说错了 紧张了呀 说错很正常的呀 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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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来宿主 你下面 就放多了吧 小虫子有点 不要放那么多啊 你放多了 你正面怎么挡啊 放多了呀 他以为对面开基地了 结果对面没开基地 也放多了 这波小虫子 过来清军坦 看到了 可以走了 走走走走走 拜拜 把虫子秒了就秒了 没关系 Classic要被大客拖成屎啊 我感觉这波 没得打了 又爆了六个宿主 这怎么打呀 这波 这波宿主如果再贴三基地 直接就贴爆了 没得打了 那么厉害呀 这招 顶配孙英风 果然厉害 有点实力啊 顶配孙英风还是有点实力 还埋地移动蟑螂 卧槽 怎么这糟中了呀 这个埋地移动蟑螂又来了 这正面这个白球 也扛不住这波小虫子 这样搞啊 很痛啊 真的很痛我跟你说 这波小虫子这样打 埋地移动蟑螂搞你也没办法 Classic反捅 这波捅的还是有点想法的 蟑螂这个时候直接不要了吗 回救 又是埋地移动蟑螂 直接去家里面 有加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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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加住 能不能加住 加血啊 加不了了 哎呀 打不掉 糟中了 糟中了 打不掉 这埋地移动蟑螂进家了 在打毛啊 在打 在打毛啊 毛好强啊 这个ZVP 我学会了 随心所欲 已经速度起连了 不不不 这个这个真的是 这个真的是大可打的好 这一排 思路太清晰了 各种战术啊 各种战术 又烧了十几个农民 好这边 虽然基地被打掉了 但没关系啊 他速度还是太多了 好了 这个时候我可以正式的恭喜一下 Duck进入到世界总决赛 下巴要去打败者组的决赛了 败者组的半决赛 恭喜Duck 这个 速度起连 这个已经不用打了 这个速度起连 你妈的打什么都得死 我这一排输不了了 这种 你看看这天上这些小虫子 你妈这怎么输 你告诉我 太恐怖了 这波小虫子 你垫好了 你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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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太恐怖了 真的 下巴只 现在捅一波了 最后一波了 不捅就是等死 最后捅一波 但过去 对方又有了 对方你过去 对方小虫子又出来了 落后一百人口 你告诉我怎么打 他拖一拖就好了 他拖一拖就好了 小虫子已经好了 放一点点小虫子 你没办法 你怎么打 你只能靠闪电电 电完了再往前退一步 对方小虫子又好了 只能退啊这个时候 你退回去对方小虫子又拖好了 他现在宿主的数量 已经多到只出一半的兵 只放一半的你就只能退 然后他可以用蟑螂肆无忌惮的搞你 你只能退 你这边一交火你就有战损 对不对 你一交火你中白球什么的 要死 打完他又来一个 又来一波小虫子 你又要被耗 落后一百人口 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就很无奈你知道吗 这个战术 就很无奈 好再来来嘛 来嘛你打嘛 你打呀 你把我打死 你打死我呀 我还不信呢 哎 没小虫子了吧 哎 哎 哎不会吧 好了又有小虫子了 有小虫子就输不了 根本就输不了 战斗人口还多一百多 现在不停的去兵就好了 赢了 跟你说了根本就输不了 领先一百多人口怎么可能输 好了赢了 这波小虫子最后宣告胜利了 几季 恭喜Dark 进入到世界总决赛 哎呀我怎么可能去 虚妈妈我专业解说 好 好